接下来我们加进一下驴温怎么设置 首先我们选择一个指令 在一面起乎有一个驴温指令 这有一个编辑 这里这些几号工艺 我们选一号工艺 这里有个点按还是动汉 我们先选择点汉 然后这个是焊接的时间 这个是冷却的时间 然后这是起乎参数的工艺 然后这个是我们 它因为是点焊 它焊的时候 它会有个0.4秒焊接时间 然后再冷却个0.3秒之后 再移动个多少毫米 这写设置5毫米就移动5毫米到下个位置再焊点焊 然后我们选择保存 然后起乎参数的选择 这里有一个看机管理 这有个起乎参数的选择 你是在这个界面修改的 这个界面 你可以选择一下 它这个焊接特性 或者是焊接工艺 它一共有30公益可以选择 你刚才一一万选择多少 你们这个起乎参数就修改多少号的 把这一定压电流改一下就行了 然后根据程序 我们可以先在这第一行 做一个安全点位 在上方做一个点位 我们做一个运动指令 我们做一个运动指令 在这个鱼铃纹的上面做一个 然后我们再到一个起乎点 再做一个运动指令 在第一行跟第二行之间做一个 接下来我们再到收乎点 做一个运动指令 然后我们做一个运动指令 一个直线 可以速度可以设置一下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选择一下鱼铃纹的结束 结束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机器人抬上来 做一个安全点 到达点位之后 我们设一个关节点 关节点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程序可以试运行一下 关节点设置完成之后 让我们设置完成之后 有时间 呢 再次在前面的时间 开始完成之后 时间